这儿是沙士岩浆路与白洋巷的交叉口 面前的墙上画了梅花的图案 有些画蛇天足的感觉 估计为了创文吧 反正与老墙面不搭调 巷子的平行门洞很有特色 这是八十年代的典型风格 这一代可能是平安里 但因为近年来就成区改造 实际上我已经分不清具体是哪里了 总之是这些传统地名的附近吧 连财神爷的神龛也被请到了室外的窗台上 落满了灰尘 这一幕在冷冷清清的巷子里 更显得了市井的萧条 这些老巷子里的石板路 近些年也都被改成了水泥路 走在上面没有了从前的感觉 今天天气还不错 微风中稍微有点寒意 不知不觉来到了巷口 这里就是位于中山路十三号的沙士老游局了 靠东边的墙壁上还残留着民国时期的立体文字 我有点好奇当年快递包裹的事项 说起这栋建筑 可是大有来头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 一八九七年 清政府将沙士与武昌 宜昌并列为湖北的三个一等部局 可见当时沙士商部制繁盛 后来由于业务增长 交通部邮政总局于一九三五年合并新造一座邮政大楼 选址于中山大马路埋游巷 大楼工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正式完工 设计者为民国著名的建筑师西福全 他设计的宁波 宜昌 沙士三大邮局 目前就仅剩下这栋沙士邮局 另外两处已被拆毁 邮局工程由汉口泰新营造厂中标动工 并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完工并投入使用 沙士邮局也因此寄身于国内一流邮局的行列 它是近代公共建筑的代表之作 采取当时比较主流的古典折中主义建筑风格 按照今天的说法 就是古典中式和现代西式的混搭风格 例如采用当时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借鉴了西方的现代功能布局 应用了水刷式墙面 但在立面西部上又颇具中国特色 如林该楼梯的拦柱 曝谷石 祥云图案的旗杆基座 还有莲花式图形的屋顶 建筑装饰构建极限角 处处透露出中国古代建筑的身影 废弃多年后 近年来又被邮政快递重新启用 建筑外墙的细节多有损毁 表面一副破败景象 但即便如此 也还要感谢那些爱相恋土人士的奔走努力 才可以幸存 要知道在2004年的中山路步行该工程中 中山路东段的诸多历史建筑已被悉数拆除 邮政大楼能幸免于难 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好在该楼于2011年 已入选荆州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录 才得已在85年以后 毅然屹立在沙士中山路上 中式图案的栏杆 非常具有民国建筑的特点 这么一栋历史悠久的民国遗迹 现如今却满是杂物和垃圾 让人感慨不已 要说起沙士老邮局 就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设计者 西福泉 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主义建筑师 于1902年5月27日出生 上海浦东人 西福泉于1921年 考入同济大学德文专修班 学习德语 四年复得留学 先后在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 取得建筑学工学硕士学位 柏林夏洛特腾堡工业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 他与建筑师被受同 夏昌士等人 都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群体中 极少具有欧洲留学经历的人 他们与同时代留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师们 成为了中国进线代建筑发展的基石 1930年7月 西福泉回到上海 他首先在英国人开办的 工和洋行任建筑师 童年经由刘美建筑师 董大友和黄嘉华介绍 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 1931年 西福泉加入上海启明建筑公司 1934年 西福泉离开启明建筑公司 加入公立工程师 任建筑师和经理 他在上海 南京等地先后设计了大量住宅公寓和公共建筑 并为当时社会名流和政府要员如朱家华 谭博宇 杜月生 于大为等设计过住宅 别墅 深受好评 一时间在业界民生大造 在1935到1937年 西福泉设计了南京国民大会堂 同时承接了沙士和宜昌两地邮居大楼的设计工作 在这张照片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西福泉设计风格及细节 与沙士邮居大楼颇有相似之处 他采用当时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借鉴了西方的现代功能布局 应用了水刷实施立面 几何纹饰铸铸窗帘 大面积的窗户采光 相较一场邮居大楼 沙士邮居大楼显得更具特色 顶部的云纹旗杆基座 门楣上的宫廷纹饰 正门前的月台踏步 充分展现了西福泉在兼顾功能形式的基础上 对中国精神的诠释 而宜昌邮居大楼 却早已在多年前被拆除 民国时期 中外建筑师一直进行民族主义建筑形式的探索 其中包括复古式 古典式和折中式三种形式 折中式建筑的基本特征 是在维持西方古典建筑构图模式的基础上 增加现代功能的布局设计 局部使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语言 以体现中国建筑特征 折中式始于民族主义发展盛期 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发展迅速 是当年使用较广的一种建筑形式 立面保持新建筑构图 同时彰显民族精神 此类建筑风格在民国沙市较为盛行 市政整理委员会总建筑师王信博 在中山大马路上的建筑设计中 也多采用了此类风格 1940年6月8日 沙市沦陷 邮政大楼被日军占领 日军将金沙警备司令部设于楼内 内部设施被大幅改造 这是1943年 日军第39步兵团兵团长两脚夜座 和步兵第231连队连队长为浦英次郎大座 以及属下官兵在沙市邮政大楼前的流影 1945年9月 日本投降 沙市光复 沙市邮政大楼经过重新整修 楼体建筑基本恢复了原貌 历经了战争的洗礼 却没有能逃脱城市建设进程的浪潮 近年大规模的老旧城区改造中 中山路沿线的历史建筑几乎都被完全拆除 消失殆尽 难得的是在老邮局的后面 还能有这么一小片街区 他们依然还残留着旧式的风貌 被包裹在现代的住宅楼之中 这些看似破败的老街小巷和历史建筑 承载了无数沙市儿女的记忆与情怀 当然 那些满脑子都是高楼大厦的乡干部们 完全不可能体会到这一点 他们都基本不是本地人 也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对这些事物的感情 即便是勉强被留下来的 最终也是为了那些或隐或现的利益 沙市老邮局的刘存 见证着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西福泉 在现代建筑理念的实践 继续启迪着这座千年商部的城市审美 现如今洋溢着竹丽童抽味的美学困乏 是这个社会的通病 可能也是经济迅速崛起后的必经阶段 这也无法脱离爆发户的烂俗与浮夸 但我们如果能意识到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 懂得循序渐进 老建筑就能发挥其自身的内涵与光芒 提升人文素养 为本土经济及文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希望有那么一天 浪迹天涯的沙石游子们 大家回到家乡 来到中山路13号 走到老邮局大楼的前面 还能感受到如同儿时放学回家后的喜悦与安详 请不吝点赞 订阅